上集我們說到溝通是有不同的層次 不過可能很多夫婦去到思想對話 即是大家交換想法的時候 已經起作衝突 沒辦法再說下去 今集不如讓我們去探討一下 究竟是甚麼原因令到大家溝通不到 是啊 有很多婚姻專家都認為 夫婦之所以溝通不到 是因為他們有誤解 而大部份的誤解都是來自夫婦之間的差異 不如讓我們嘗試用兩個簡單的例子來解釋一下 男女在情感的需要 言語的多寡 對於事情的聚焦都不一樣 男士傾向討論事實 遇到問題就會想想有甚麼解決方法 女士傾向表達感受 遇到問題就會想找人聊一下 身下 父母的思想 價值觀 溝通模式等等 其實都會潛移物化影響我們 就好像一對夫婦面對衝突的時候 其中一個可能會步步進逼 不管會不會傷害關係 總之就要說到話 另一個可能自小就被教導要交和慢士興 為了怕傷害關係 而會選擇不出聲死忍 除了差異引發的溝通問題之外 其實夫婦還要特別提防 婚姻入面的隱形殺手 美國婚姻權威Dr.John Gottman 對夫婦的關係 進行了長期和生物的研究和觀察 他發現如果夫婦之間 特別在他們溝通的時候 經常出現以下的行為的話 這樣他們的婚姻就很大機會被摧毀了 這四種行為就是 批評、蔑視、防衛和冷漠 批評 不是好像投訴或者評論一樣 去針對這件事 你遲到又不打電話給我 之前明明說好遲到要說聲的 批評是人生攻擊 攻擊對方的性格或者人格 遲到又不單聲 你這個人真是超級自私 永遠都不考慮其他人 全世界只有你最忙的 我不忙的 蔑視 就是把自己放在一個道德的高位 很刻薄地對對方 不尊重他 會用言語或者身體行為 來諷刺侮辱對方 目的就是想貶低對方 刺刀就要跟人說聲 這樣才有交代 這麼簡單的道理 你媽媽沒有教你的嗎 就算沒有教你 你這麼大個人 有一點點心思的話 都會 防衛 面對指責 我們每個人都很自然會為自己辯護 特別是當我們覺得自己受到不公平的指控 我們就會反擊 但是防衛 就會為自己找藉口 扮無知 或者將責任推給其他人 反過來說是對方的錯 你今早明明答應了我 如果遲到就說聲我知道 為何沒有做 我不是不說 我還沒說 你明明知道我今天忙到死 為何你不可以主動打來問我幾點走 那就不用搞到這樣 難幕 意思就是在關係中 捉起一幢很高的圍牆 將對方拒置於門外 實問狗不認 一副你想怎樣就怎樣 盼屁的狀態 帶出一個訊息就是 對於我來說 跟你溝通已經不再重要了 會令對方覺得被孤立 以及被遺棄 由最初三種破壞婚姻的行為 引發的負面情緒 需要經過時間積累 才會變成圍牆 但是一旦圍牆捉起了 很多時候都不是那麼容易拆 如果這種冷戰情況持續 變成慣常不溝通 婚姻就很可能會亮起紅燈 不知道你和你的另一半 在溝通裡 有沒有我們上述所說的情況呢 常常邀請你都嘗試去想想 自己在哪一方面是需要改善的 如果可以的話 都請你和你的配偶 就著以上我們所說的彼此分享一下